原想直圈 这是他们刚刚公报了他们的盈利只是要两千三百万 比之前的下跌了接近八十趴着的水平 而他们的毛利的状况只是从14个趴而下跌到去12.6趴 而他们的那个个人电脑的销售状况只是往上跑了大概7.4个趴 而是从过去几年来最差的一年 而原想直圈的报表跟其他几大的外来的电脑相像比 例如就是会跑还是这个大尔的比较之下 他们的表现都是比较的不好 我相信现在原想直圈在未来的竞争力来说是比较去难的 未来的一年是比较去难的 尤其是现在个人电脑在国内的市场现在的毛利的状况越来越低 所以我相信锤飞就是原权直圈有其他的新的产品 可能在能够在市场重新建有他们的市场的建有比率 我有点不好将来他的前景来说我看的比较不乐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